好即将快要到毕业季了 为了要呈现原住民族艺能班的学期 以及毕业的学习成果 玉利高中原住民艺能班 特别举办了原汁原味的成果展 有传统编织木雕 玉石研磨 手工编织包等等作品 要发扬本土化艺术特色 原汁原味成果展开幕中 原民班的同学展演多首的原民音乐跟舞蹈 传统编织 编织文创 或者是说木雕 陶艺等等 那来这边会选读我们的学生 大概是对这个原住民的文化传承 有兴趣的学生 那我们也顺着他们的兴趣 然后做规划课程 做微调 然后来做再培 成果展除了动态展之外 静态特别展示同学们 亲手制作的陶艺传统编织 木雕 玉石研磨等 这学籍毕业的作品 我读了三年 我觉得收获真的很多 因为在别的地方都学不到 而且这个专班也不是说就只有学到 可能说我是布农族 就只有学到布农族的东西 而是说你可以自己去想去学一些 像是阿美族 排湾族 甚至是卢凯族那些东西 其实都可以自己去学 学到很多民族民的文化 在外面都学不到 有时候在部落老人家也不会教 然后像支部的话 在我们那边也都没有老人家会 然后就是来学校 然后就有老师教 然后就觉得很高兴很开心 能学到支部 玉璃高中原住民艺能班105年 开始设立 主要希望培养原住民族学生的艺术专程 发掘艺术潜能 建立多元文化教育形态 传承原住民族艺术跟文化 发扬本土化艺术特色 记者高双双玉璃震采访报道